今天的節目我們非常榮幸的邀請到了政治大學籃球隊 政大雄英的總教練陳紫薇跟我們一起來瘋運動 歡迎紫薇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麼今年夏天台灣籃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熱鬧 因為 Plus League 從第一年的成功之後 他們第二年新增了兩支球隊 而接下來還有一個新的聯盟 T1 League 要即將展開他們的新球季 他們一開始就有六支的球隊 那麼老字號的 SBO 超級籃球聯賽 目前也有五支球隊 所以三個聯盟加起來總共有17支球隊這麼多 可以說是台灣籃球最盛抗空前的時刻 紫薇你怎麼看目前台灣籃球這個盛況 今年等於算是籃球的大年 然後不管是在籃球領域的相關人員 不管教練選手包括裁判等等的一些相關人員 其實都是一些最好工作機會的一年 17支球隊 對啊 那我們今年是非常樂觀 樂觀其成就是看到台灣籃球這麼蓬勃的發展 我們自己在培育學生當中其實也 非常感覺到說能夠讓學生有一個職業的舞台 對 所以這17支球隊 可貫性是非常的高 對 那17支球隊呢 我們就一個一個聯盟來談好了 首先我們先來談這個第一年打得非常成功的 Plus League 他們在第一年結束要進入到第二個球進呢 新增了兩支球隊分別是新北國王 還有這個高雄鋼鐵人 那紫維你覺得 Plus League 他們可以把第一年的成功延續到第二年呢 我覺得基本上他們在第一年的成功 其實在已經把這個基礎給打好 然後再來就是說他們在網路的一個行銷上面 其實在第一年的整個整體在各隊上面 其實關注度上面製造話題性上面其實非常的成功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聯盟有一些東西是你看到的 就是以前台灣籃球可能沒有的東西 那其實跟主球場制其實有非常大的關係 因為在主球場制其實在不管票房的收入也好 行銷的預算也好 大家球團願意投入 然後聯盟把整體的一個網路的一個架構 把它架設好 不管是FB還是IG 其實都非常多人關注 那幾乎每個禮拜都有很多話題 然後就是很喜歡炒作 然後炒作這樣的話題性 那然後建立對與對的對抗 有的對比較跟那個 就記得沒有錯 是工程師跟這個夢想家 他們好像叫世仇的氛圍 對氛圍就是很有話題性 所以每一週都會有一些話題可以炒作 那麼聊完了這個PLUS LEAGUE 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今年要開始新球季的T1 LEAGUE 他們一開始就有六支的球隊 那麼T1 LEAGUE是在今年大約五月六月的時候 他們決定公開要成立的這個消息 那麼最近幾個月也是慢慢的 揭開他們的神祕的面紗 不管是聯盟的本身 還是這個球隊還有一些球員的加盟等等 紫薇你怎麼看T1 LEAGUE第一年可能會有的表現 其實T1其實現在目前感覺上已經慢慢成型了 就是說在前幾個月其實連我教練的 我都不知道有哪些隊就是很不明朗 那現在其實很確定有六支球隊會參與 那也看到他們的網路上面的IG的一個Logo的設計等等 那我覺得會有一番的作為 然後再來就是說 也會有很多的新面孔的球員 然後或是說一些新面孔的教練 然後把這個台灣的籃球去做一些刺激 對 那麼聊完了這個PLUS LEAGUE跟這個T1 LEAGUE呢 我們再來聊一下 國內最歷史悠久 目前最老字號的SBL超級籃球聯賽 一轉眼之間在SBL已經要邁入第19個年頭了 若是SBL元年看紫薇打球長大的這個小孩呢 今年已經是一個成年人了 那紫薇怎麼看SBL目前接下來的一個發展呢 其實我覺得SBL還是台灣籃球的根本 就是說在整個台灣籃球最 我們當初在原年一開始 在前幾年的一個新盛 那慢慢現在慢慢有一些 很多的球員都有一些這樣的機會去 打這樣的一個職業的聯賽 那我覺得在SBL目前在看這樣的聯盟 我覺得他們保留住這樣的一個比賽 SBL這個比賽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沒有籃球的比賽的這樣的支持 我覺得在球員在未來的發展性 並不會說有這麼多寬廣的地方 因為你每一個階層每一個階層 去一層一層的 去不管國中閒接到高中 高中是人家的大學 那SBL有沒有可能機會去演 閒接到職業甚至CBA的舞台 其實都是一個很有可能性的 所以目前這樣三個聯盟 這樣三強鼎立 對台灣整個籃球界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那當然三個聯盟一定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問題跟狀況 那其實就是需要有一些時間來去整合 因為當然我們也不希望說看到 有這樣子的那種在 都希望看到能夠讓台灣籃球進步 也不希望因為這三個聯盟去 能夠有一些互相對抗的情況 或者是說打對方的這種狀況之下 那我覺得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當然期許 當然有機會能夠把台灣籃球 整合成更好的一個聯盟 那麼我們剛剛提到說 這個目前三個籃球聯盟 總共加起來有17支球隊 不過其實國內的這個籃球員的數量 其實就還是保持一樣 還是這麼多 所以其實有很多人在擔心說呢 會不會造成說這個球賽的水準會因此而受到的影響 有點類似以前中華職棒 跟這個台灣職棒大聯盟在打對台的時候那種狀況 那紫薇關於這一點你怎麼看呢 接下來其實就是會看到這三個聯盟 球員他慢慢會自己選擇他想要打的聯盟 那包括說CBA他也會有選手去選擇到CBA去 那其實都都是一樣 那哪一個聯盟經營的好 球員都會看 教練也會看 所以其實每個聯盟都會很努力的去操作自己的球隊 包括自己的聯盟 那怎麼樣招收到 或是說怎麼樣招募到好的選手到你的聯盟 就是要看各個聯盟的一個手段 那不管是薪資的待遇也好還是球隊的發展空間也好 其實都是球員想要看的 就是說如果今天這個球隊是一個很好的球隊跟公司 我相信不管哪個聯盟其實都會有選手回去 所以我們也是鼓勵學生 你不要去局限於你要去哪個聯盟 就是說你自己覺得你自己在哪一個層級 你覺得你在哪一個地方有舞台 你在哪個地方是能夠有表現的 那你就嘗試去那個地方去打球 對 所以重點還是說這個球員呢 在這個球隊有沒有最大的一個發揮空間 還有最好的福利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 紫薇當教練也是非常關心的一個點 不過最近呢因為全球性的疫情 再加上台灣的這個籃球的環境 台灣籃球球員的這個薪資條件普遍的提高 所以呢去國外打球呢 似乎不再是這些球員們的第一的選擇 紫薇關於這一點你是怎麼看的呢 當然我們是希望說台灣的籃球大家有好的待遇 那以現在新人出去年薪能夠破百 不是不可能 甚至能夠突破150萬以上 那我覺得每一隊都一定會有一個球星啦 然後在台灣的這個籃球的舞台上面 其實每一隊都是需要一些球星的特質 去經營這樣的球隊 那我覺得在每一個球隊 每一個聯盟當中 其實都是整體提升這個聯盟的待遇 跟一個形象上面 是非常好一個盛況空前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是非常樂觀去看待這件事情 對啊 當然這個好球員是每一支球隊都想要的 那未來呢 這三個籃球聯盟勢必呢 都會增強好的球員跟明星的球員 那你覺得這三個聯盟要怎麼樣建立一個 玩笑的制度 避免彼此之間這樣的一個挖角的關係 當然今年有三個聯盟都去做選秀這件事情 其實是蠻重要的 那我覺得在未來在整合上面 其實就是看各個聯盟去協調的能力 那每個聯盟都有執行長 然後都有一些主導聯盟的一個主事者 那我覺得在每個聯盟 我覺得都是可以去接觸去交流 那在於每個球團當中 也是有很多的意見 那怎麼樣去整合各球團的意見 然後去讓整個台灣的籃球去更好 那現在有很多的球員 都有非常好的待遇 那不管是教練 球員他都會 等於說今年是這個籃球年 每個以前都代退的都有機會 教練可能沒工作的都有機會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不可能啦 所以那就是說希望 我們在基層栽培的啦 我們當然希望不管是 培育我們的選手也好 那也培育我們的教練團 被人家挖角到更好的舞台 其實都是很樂觀的 只要有好的發展好的待遇 當然我們都是能夠去希望看到的事情 對啊 現在真的是很缺好的球員 這個紫薇有沒有考慮一下要付出一下 讓大家重新重問一下你的英姿 對 我現在可能沒有辦法 現在打打教職員籃球賽還可以 可以去教職員籃球賽狂墊一下人家 對 那其實今年這個台灣籃球 我們剛剛說的真的是盛況空前 也是非常的熱鬧 當然也是有很多的話題跟討論的空間 那麼紫薇你覺得這個熱潮該如何延續下去 而不是讓他變成另外一個一窩蜂 可能很多球迷都希望看到他們打對壇 對 那這個話題性其實可以去把握 如果真的想看那就來打看看 聯盟跟聯盟競爭我覺得也不是不可能 就利用一些機會能夠去做一些交流 那當然我覺得私底下 其實應該很多球隊會去做交流 那但是我覺得在這樣三個聯盟的狀況下 其實我們還是會先觀看 T1現在第一年的發展是怎麼樣 因為都還沒有打完一整年 不知道到底狀況是什麼 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其實真的不知道PX是會怎麼樣 對 所以應該還要再經過一些時間來去看 這個三個聯盟的化學效率 嗯 對 等於有更多的這個交流 那甚至是三個聯盟可以來個 跨聯盟的這個爭霸戰 營造更多的話題跟討論性 那麼這三個聯盟 只會怎麼看未來這三個聯盟發展 你比較看好哪一個聯盟的這個發展 以目前的狀況當然 PX的升量是最高的 那可以看到T1跟SBL球隊 陸陸續續在行銷這方面去做的非常多事情 那包括說在設計 設計感上面其實真的有跟職業的籃球 不管是NBA也好還是CBA也好 他們的logo設計其實看起來都是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亮眼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真的不知道T1現在能夠 第一年打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我相信有不管是外籍球員的加入也好 還是亞元的加入也好 其實都是一些話題性 可以讓這個聯盟可以提高矚目的一個定 那SBL也是一樣 他在未來他一定會有做一些調整 然後去不管是在進化 能夠可以讓這個聯盟上當中 可以更多的一些支持 那我覺得三個聯盟都是核心非常高的 是也期待這個台灣籃球真的是可以變得越來越好 今天非常感謝紫薇帶來精緻的分析 當然也希望每一位球迷朋友 可以繼續的關注我們台灣的籃球 不管是現場進場看球 還是觀看這個球賽的轉播 甚至是在網路上面轉發 跟台灣籃球有關的訊息 因為唯有更多的關注 台灣籃球才有機會變得越來越好 這個環境才可以越來越往上提升 但是感謝紫薇今天的加入 也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某某風運動 我們週一到週四 晚上10點鐘再會 掰掰 我們週一到最後 我們週末 我們週末 往那邊 開發 我們週末